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我今天带大家来到了纽约国际车展 我们现在位于现代的展台 等一下就是现代的PRESS CONFERENCE 虽然在日内瓦车展上,现在正式发表了全新的Santa Fe 同时也线上了Kona EV与Nexo氢燃料车 还记得在1月份的CES上吗,我为大家报道过Nexo这辆车 不过在今天的纽约车展上,现在宣布了会发布小改款的Taxson,图胜 还有Santa Fe也是北美首发,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Santa Fe的里面 这是第四代大改款的Santa Fe 然后这一辆车是连续32年内在北美销售最好的一辆SUV 卖出了150万台 这一辆车是新的,外面是完全改变 我们试图给它更加 SUV的感觉 所以它们的颜色是不同的 它们是比较长的,比较短,比较短 所以它们的线是稍稠的 所以它们继续出了,让它们更加激烈 the interior is completely redesigned to be a morefriendly living room type space with better quality materials and better safety systems so it's a completely new car the HMI is based on our standard HMI system that Hyundai hat developed but it's placed higher now on a free-standing screen so that it's easier to get to and more intuitive to work with 我们也有一個充电器, 那么你能更多走势运动, 更多运动。 我们也有这样做, 我们也有这样的地方感觉, 所以我们是一种舒服的地方, 也有这样子。 我们也有提供来的带组, 所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孩子, 因为在前面的带组, 我们也有很高的车,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车队,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很欢迎,谢谢